蔬菜分五個類別 海藻類要吃 海帶紫菜要吃一種 菇菌類要吃香菇清蒸菇 草菇洋菇黑木耳白木耳吃一種 它代表多醣體的成分讓你吃到了 再一個呢 豆製品要吃到 豆腐豆腐乾 黃豆黑豆做了豆漿也可以的 要吃上大豆製品 所以我們呢 營養100%是怎麼講呢 一 五穀雜糧是主食 護食 蔬菜 海藻 菇菌類 豆製品 是的 蔬菜分五類 地尿的 通便的 補血的 環病抗癌的 增原補器的 跟海藻菇菌類 跟豆製品 這個營養是交一百分的 交一百分的 你假設今天因為工作的關係 環境的關係 在公司裡面吃公司的伙食 或者無法帶便當 必須外食怎麼辦 要有一個便通的好方法 你把這一些變成是兩個飲料 一個叫五穀雅果滴瓜奶 一個叫做南瓜蔬菜奶 你把它煮好擺冰箱 早上出門之前 喝完這兩杯 下午回到家再喝上兩杯 基本上就OK了 全到位 這是不得已的便通方法 五穀雅果滴瓜奶怎麼做呢 五穀米八十克 雅果五粒 滴瓜兩百克 把五穀米八十克 五穀奶五穀最好 一個一人燕麥少不了 一人燕麥是降血脂的 讓你血清的 小麥糙米是煮糧不可缺 小麥是做麵粉的 糙米是大米 是 我們吃的米就是大米 小米是安定神經的 它是很重要的 所以因此 一人燕麥小麥糙米跟小米 它是基本料 其他可以加進來 它是基本料 五穀米八十克 雅果五粒 地瓜兩百克 地瓜去皮 不去皮也行 那假設你擔心它不乾淨就去皮 假設它有機的人就黏皮 地瓜兩百克 把五穀米 雅果跟地瓜 加水加五碗 五碗水是一千兩百五十CC 一個碗是兩百五十CC 兩百五十英文是一千兩百五的 電鍋煮熟以後呢 小火煮上二十到三十分鐘之後 你把所有的料 換在果汁機 就是那一台 攪拌 這一杯是米漿 這一杯就米漿 假設你這樣喝上一杯 你營養就到位了 營養已經到位了 主食到位了 對不對 假設你鹹太稀 五碗水變成三碗水 它會比較粘稠 你自己去哪裡 南瓜蔬菜泥 把剛才蔬菜全部放進來 海藻類固菌類 豆子泥全部放進來 打成一個蔬菜濃湯 南瓜兩百克 南瓜煮料 南瓜是煮料 它有香甜的味道 南瓜煮料 小芹菜一株 小芹菜一株 芹菜香香香 它讓你的南瓜濃湯有芹菜香味 對不對 紅蘿蔔少不了 葫蘿蔔六公分長 六公分長少不了 接下來用上什麼呢 必須用上高麗菜的葉片 高麗菜它沒有什麼味道 是甜甜的 高麗菜三片葉子就夠了 馬鈴薯換小粒一個 小粒的一個 馬鈴薯 海帶六公分長 海帶 海帶代表鹼性度特高 海帶六公分長 香菇放兩朵 香菇也有特殊的香味 香菇是放兩朵的 豆腐放在半塊 半塊豆腐 估計大概100克到150克 你把這些材料加水一倍 或者一倍半 一碗的碗工的材料 加一碗工的水 或加一碗半的水 1比1 或者1比1.5 也可以 馬鈴薯大火滾了以後 小火煮了20分鐘 基本上它菜就熟了 把煮熟的菜料 連同菜湯打成泥 這一杯叫做南瓜濃湯 這一杯跟前面五谷腰部 它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地方 它叫做無油無鹽無糖 核心是在這裡的 大家不要認為它只是素食 錯了 它有一個非常核心的 它叫做無油無鹽無糖 所以假設大家 今天吃上一杯 我們講說回春菁義湯 你發覺回春菁義湯 吃了有點冷 硬硬 微硬硬 怎麼辦 你喝一杯五谷腰部地瓜奶 馬上冷味 馬上冷味 對不對 你可以早上喝一杯五谷腰部地瓜奶 下午喝一杯南瓜蔬菜 你ok啦 全ok啦 你今天不管是回春菁義湯也好 五谷腰部地瓜奶 南瓜蔬菜也好 統統走一個路線 它叫做無油無鹽無糖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策略 因為油鹽糖往往是慢性病的罪魁禍首 我們把它斷絕了 這點是很重要的 我們把它斷絕了 我們斷了油 斷了鹽 斷了糖 當然長期油鹽斷是不能斷的 短暫斷是可以的 長期斷是不行的 所以因此我們今天可以用一個方向來講 135 請大家就吃上剛剛所推薦 二十六日回到你的日常生活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方法 135 你回到我們剛剛講的回春菁義湯 二十六日回到你的日常生活 平常怎麼吃就怎麼吃 我可以跟你保證你身體一定進步 是一定進步的 所以三餐營養必須100% 再一個 睡眠一定要一覺到天明 睡眠一覺到天明很重要 很多人不是晚睡 而是他睡不著 而是他睡不著 而是他睡不著